习在中办放了一句重话 个中资为你来品 习近平日前参加中办机关党委的生活会时 再次放重话 在这里工作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 贪生怕死没入此门 据中共官媒9月19日披露 习近平8月13日在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时 说了上述的话 习近平说 当前重要任务就是确保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 希望与会人员在这个关键时期 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上不要有失误 并希望他们远离危险 严守纪律和规矩 据悉 这是三年来习近平第三次参加所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 而官媒此前披露的消息说 习近平所在支部就是中办机关党委直属党支部 在2015年8月14日召开的生活会上 习近平也曾放重话 要求与会人员一定要忠诚 一定要守纪律 讲规矩 时刻警惕成为被伪劣的对象 习近平说 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如果违纪违法 危害和影响都是巨大的 如果他们犯事 是绝不姑息迁就的 中办是中共最核心 最机密的中央机构之一 此前中办一直被令计划把持 令计划从1997年开始 先后任中办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 主任 直到2012年8月才调任中共政协主席 2012年2月 重庆事件爆发后不久 据悉 令计划与薄熙来 周永康结成了政治同盟 已被当局发现 当时入场的热门人物 令计划的政治命运随之逆转 被贬任中共政协主席 习近平在2014年底拿下令计划前 当年曾三次到访中办并讲话 令计划落马后 中办被大幅度的清洗 令计划在中办的很多心腹被调查 中办高层很多被调离 同时令计划因受贿 非法盗取中共国家秘密 滥用职权罪 于2016年7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请不吝点赞订阅